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牧师讲到的题目是 饶恕与和好 饶恕与和好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 饶恕 爱和饶恕 饶恕和好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生命中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毒 因着我们生命中的苦毒 因着我们从世界带来的伤害 我们会成为别人的伤害 前几天我们在去年11月份 我们知道德州教堂发生了凶杀案 那么在德州南部的一所教堂里边 在11月5号进行主日崇拜的时候 一个穿着全副武装的枪手 进来向那些做礼拜的人开枪 造成了至少27个人死亡 30个人受伤 中担者包括一个两岁的幼孩子 也包括枪手 他后来被警察击毙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是因为 那个枪手 他的太太 他的岳母都在这个教会做礼拜 那么他因为家庭的冲突 他要报复他的岳母 所以他来到了教堂 他是一个转业的军人 所以他开枪了 没有一个人不中弹的 在那几个在那个里边 他完全要赶尽杀绝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 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基亚斯 发生了一个500多人被打死的一个枪击案件 然后就发生这个 你知道这种案件经常能发生 我相信他的岳母是基督徒 我也相信他的妻子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就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生机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我们每个人 弟兄弟们要记住 如果你不学意饶恕 你都会成为下一个潜在的枪手 其实在我们华人里边 也经常会发生这种家庭的矛盾 然后不断地生机 出现问题 在2016年 在我们住的附近 加州 沃纳市 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移民 一个新移民 取了一个从大陆来的新移民 那么这两个人 是第二次的婚姻 就在第二次的婚姻中 不懂得如何来处理婚姻的矛盾 包括财产 所以他们发生了矛盾 最后 丈夫开箱 打死了妻子 然后自己自杀 在那天早晨 因为这个城市离我们 加州的分堂 洛杉矶的分堂 只有 大概十个m的距离 而且被打死这个姐妹 曾经在我们教会受过喜 但受喜以后就再没有来过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我们的小组里他也没有来 教会也没有来 后来当他死了 要找做祝福礼拜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他是在我们教会受喜的 我们当时讲的 觉得非常的亏欠他 我们没有好好地探访他 把他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弟兄姊妹 不是受喜就完事了 受喜了要带到教会里 成长你的生命 所以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 在他的儿子上学的时候 因为他有两个自己的孩子 他和他这个第二个太子 也有一个自己的女儿 他们有三个孩子 他给他自己的孩子 不是跟他太太生的孩子 一个纸条 放在书包里 说下课才打开 那这个孩子就放在书包里 到学校他就打开了 打开了他发现 纸条上写他爸爸给他留了两百万美金的遗产 告诉他 这是遗产是留给他的 在哪里 账号是什么 这个孩子发现不对 就报告了老师 老师通知学校 学校通知警方 警方到他家的时候 悲剧已经发生了 他的继母已经被打死了 他的父亲已经自杀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没有好好处理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会演变成为一个悲剧 会演变成为一个悲剧 你不要以为这是离你很远 也许就在你的身边 也许在你的身边 不仅是你的家庭夫妻关系 包括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 包括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所受的伤害 不能够得到医治 我们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枪手 美国买枪太容易了 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 他70多把枪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 也都是有枪的 你看到他平时 你看他微信 他会塞他的枪的 我见到有枪的人 我都很小心 我跟他说话都是很温柔的说 我们看有一段经文 我们看这几段经文 先看布莱尔有一句话 他说 人没有能力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人却有能力去改变 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 接受已经发生的 改变可以改变的 我们很多人生活在过去的苦读里边 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的世界里边 我们常常被人伤害 我们也常常的去伤害别人 所以我们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边 饶恕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前提 基督徒的美德就是饶恕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 其中很重要一句话说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 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 那些伤害他的人 侮辱他的人 打他的人 用石头打他的人 说定死他定死他的人 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自己不晓得 没有一个宗教 没有一个文化 可以很好地解决 伤害以后 能够饶恕的问题 我们知道 佛教不讲饶恕 佛教不饶恕 回教也不讲饶恕 回教 犹太教也不讲饶恕 都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也不讲饶恕 我们中国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等着我必犯人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这个教育 甘地说 如果一个人不会饶恕 全世界都是以眼还眼的话 没有一个人 还有两只眼睛 如果全世界都是以牙还牙的话 没有人的牙齿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 要学习饶恕 唯有基督教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圣经 关于饶恕 他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教导 他甚至有步骤 告诉你怎么去饶恕 告诉你怎么去做 我们看几段经文 我们看 首先我们看到真言十九章 第一节说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这个非常重要 请问你发怒没有 发怒就是没有见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神说的 你们 如果你摘了碗 摘了盘子 摘了筷子 摘了门 你都是没见识 没知识 没文化 没有文化的表现 以后自己一摔门说 哇 又没有文化 你要记住 你们一定要教的 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修养 修养是什么 修养从神来的 人是没有修养的 人都是罪人 怎么会有修养 人都是有血气的 对不对 所以圣经说 人没有见识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这些话真的好 弟兄姊姊们要记起来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大声声一起来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犯 便是自己的荣耀 好 把那个人改成自己 改成我好不好 我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一起来 一起来 我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那请问发怒怒的人举手 放下 人人都是罪人 包括台上这个人 对不对 跟老婆发怒火的人举手 姐妹就不用举了 弟兄 悔改 你看 这个最后一个举起来了 这是脾气最好的一个 也是发怒火的 对不对 我们都是自然人嘛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成为属灵人 弟兄姊妹 休息那一刻 我们就不是自然人 我们从水和圣灵生的 我们就属神的人 那个时候你的性情 不能靠你自然的情绪 要靠什么 圣灵来管理 圣灵来管理 你们的天赋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看这一个因果关系 是表示你要先去饶恕人 你的罪也得赦免 当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 不要叫明星旦救我们 你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贬了别人的债 那个债是什么 就是饶恕嘛 债是欠的嘛 对不对 是罪嘛 那么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 在以弗所说第四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一切的苦毒恼怒愤怒 嚷闹诽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将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这段经文也很重要 你看到 使徒保罗讲的饶恕 他是所有一切的苦毒 请问我们有没有苦毒 有苦毒的举手 肯定有啊 受过冤枉的人都有苦毒 受过委屈的人 被人侵犯过的人都有苦毒 哪没有苦毒 我们有苦毒吗 当然有嘛 对不对 一切的苦毒 恼恨 愤怒 宣导 宣导 诽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要从你们中间出去 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 必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面 饶恕了你们一样 多美的语言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脚尖的灯 是路上的光 你们当你要愤怒的时候 打开圣经 一打开这句话 感谢主 我们找到了解决我们愤怒的钥匙 对不对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六章三十七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你看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路加福音也讲到了 这是耶稣基督说的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说 哥罗西书说 你们所以你们这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慈 谦卑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当怎样的饶恕人 主怎么饶恕我们的 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流血 对不对 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圣经告诉我 信而受习必然得救 当我们归向耶稣 以我们罪得赦免 耶稣有赦罪的大能 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 使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讨真 所洗净的儿女 那么我们成为这个儿女以后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吗 所以在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旧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知道 你是新造的人 你有新的生命 你有新的地位 这个地位就做神儿女的地位 你们 那新造的人就有新的性情 有新的喜好 完全有从神来的新的平安与喜乐 与过去不同的 过去一切都要去掉 我们礼拜五我们有一场这个医治的大会 我很少讲医治大会 因为医治大会讲完了要服侍弟兄姊妹祷告很累 非常累 有时候祷告很晚 有时候这个身体吃不消 我回去我那天第二点我睡到九点半都醒不来 你知道吗 就扔在床上人就贪了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他要被鬼附啊 或者有疾病啊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我的力量从我身上出去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很轻易不搞这个聚会 但是真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医治 我们在婚姻中受伤害 我们在工作中受伤害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在婚姻中受伤害 离过婚的没有一个不会在婚姻中受伤害的 没有受伤害怎么会离婚呢 不是他伤害你就你伤害他 或者互相伤害 这个都需要耶稣的保血的洗净 需要再在神的面前被神来建立 希望饶恕 它很重要 不管他怎么伤我 我都要饶恕他 这个才是基督给他儿女的一个命令 那你不饶恕你会带来什么呢 不饶恕会带来疾病哦 会带来疾病啊 你要一个恨人的人啊 慢慢慢慢 他即使不像我们前面讲 引言里讲的那些 他最后自己伤害了自己啊 怎么讲啊 对啊 你恨人的人 你会健康吗 你天天心里面充满着恨 看谁都 因为你恨那个人的时候 你会把那个 把那个表情对了一个不恨的人 他立刻觉得你这什么人呢 对不对 本来你恨那个人 那人不在你跟前 他离了 走很远了 可是因为你那个没有被医治 你的脸上那种恨意会露出来 结果你遇到很多的朋友 你也是这种面目表情 大家就不愿意接触你了 时间长了 久而久之会生病的 癌症就是这么来的 恐惧就这么来的 所以恐伤肝忧伤肾 忧伤肝恐伤肾 不管怎么样 仇恨呢 更加不解这个问题 不解这个问题 所以有一句话 有一个哲学家说 当一个人不能饶恕 他就好像自己吃了毒药 却希望别人去死一样 你懂吗 这句话你听闻没有 这句话非常的宝贵 当一个人不饶恕 他就好像自己吃了毒药 却希望别人去死一样 就是这个不饶恕的苦毒和伤害 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你要学习饶恕 饶恕的定义就是 原文是释放的意思 我礼拜五讲到 麻疯病人得到释放 他有几个释放 第一个 他在醉的捆绑里得释放 麻疯病 一致了 对不对 他从人际关系的伤害中得释放 因为他被拒绝 麻疯病人不能跟人生活在一起 被孤立出去 第三个 他从律法的捆绑中得释放 因为他麻疯病了 他就要经过律法的判断 最后他好了 也得去到祭司那里 祭司查看 他有没有好 所以他从心灵的伤害中得释放 我讲了四个释放 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 饶恕那些得罪 伤害自己的人 不责怪或怨恨对方 自己也得到医治和赦免 并包括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 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 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把这个饶恕的定义读一遍 一起来 饶恕原文的意思是释放的意思 原谅那些得罪伤害自己的人 不责怪或怨恨对方 自己也得到医治和赦免 并包括放弃留存恨意的权利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那我们首先看到说 这个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 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放弃存留恨意的权利 在讲这段经文之前 我讲到一个试验 说有一个科学家 他为了做一个试验 他找了一群人聚集在试验室里边 分别问出每个人的喜好恨物 然后用方法去激怒他们 结果发现了 这些人在被激怒的时候 脸红脖子粗 当他脸红脖子粗 他里边的反应就是 因为身上查很多的电线管子 我们会看的试验 他就怎么样 就血压升高 脉搏加快 心跳加快 你这基本的一些的都反应在你里边了 然后他就拿出一些玻璃 让他们对着那个玻璃 把他们的呼吸对着玻璃来吹气 结果玻璃上就留下了薄薄的彩色的膜 后来工作人员就将这个膜刮下来 做了烘干处理 变成粉状末 在这家粉状末拿到试验里 给老鼠做试验 给老鼠吃 那吃的少的老鼠就很活泼 白了老鼠都快睡觉 吃的多的就乱跑乱撞 最后就有的就撞到墙上撞死了 一命呜呼都有的 然后这个实验做完了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你看人一个长期被压抑里边的愤怒 当出来的时候 他不仅能够伤害老鼠 难道不能伤害你的身体吗 有没有啊 也会伤害你的身体的 所以中文句话是叫咬碎银牙 这个不容易啊 对 你看李铁梅唱那个 咬碎银牙 对吧 红灯 红灯那叫红灯记吧 咬碎银牙 对不对 你知道人啊都会 当你没有被伤害 你听着觉得 对你帮助不大 但是受伤害的人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看到 我们怎么能够保留存留恨意的权利呢 耶稣来就是为了医治好伤心的人 耶稣来就让我们学在基督里边 学习饶恕 成为一个讨神所喜悦的人 耶稣来当他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他将保慧师留给我们 就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提醒我们 讲当讲的话 圣灵提醒我们 做当做的事 如果我们没有从圣灵的感动和保守 我们的生命 即使有时候信了耶稣基督 哎呀我们把这鬼赶出去了 我们把忧愁重担拿掉了 我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很有特别的 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2章43节说 乌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息之处 却找不着 所以鬼啊 也不容易找到他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离开了你 然后他出去了 出去了怎么样 他过来过去的 他在找啊 找哪个地方有破口 他就钻进去 如果你每一天祷告 圣灵充满 每一天用神的话语来充满 鬼就进不来 没法进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 这个乌龟走来走去的呢 然后呢 我要回到所出去的屋子 他说 我要回到所出去的屋子 因为那个屋子 虽然被赶出来了 我去看看 他到了 发现里边是空的 打扫得很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 另外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就继续住在那里边 那人幕后的情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个邪恶的时代啊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那么这个 这段经文讲到的 这个屋子 是代表人的心 我们刚才唱了首歌 我很喜欢 我的心里要 呈颂耶和华 对不对 那大会的祷告 主啊 求你给我一个 正直的灵 给我一个 这个清洁的心 为什么 他们祷告都要主 先保证我们的心怀念呢 给我们清洁的心呢 因为说明我们的心里边 有很多肮脏的地方 有肮脏的地方 有垃圾的地方 就会引来 一些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 你这个屋里打扫不干净 为什么教会打扫这么干净 防备老鼠和蟑螂嘛 那你家为什么打扫那么干净 是给人看的嘛 不是的 是让你生活空气好 对不对 为什么你家里要讲艺术 很重要 让你心情愉悦 想回家 你在家里如果像仓库 你想回去嘛 你不想回去 你这一天住在夜华店中 有人打扫干干净净的 你还回去 你就不回去了 对不对 在我们洛杉矶 Pomona一个城市 有一个老太太 家里边有一天被报警 警察包围了她的家 强行的用垃圾车 拉走了四吨的垃圾 你知道吗 这老太太一生就爱捡东西 捡瓶子捡什么 往那放 她准备分类 再卖掉 但是她只会分类 她就忘记了卖 所以越来越多 屋里边四吨垃圾 那就是臭虫 那就是老鼠 那就是蟑螂 对不对 那就是苍蝇 你看苍蝇 它哪里有那种 肮脏的东西 它往哪里飞 对不对 有一天有人跟我聊天 说中国的腐败 现在反腐 有没有作用 我说根本就没作用 有什么作用呢 对不对 因为你要想要垃圾走 你要把那屎堆清干净 对不对 你围着那个厕所打苍蝇 你怎么能打得干净 对不对 你必须从根上解决问题 否则你解决不了苍蝇的问题 我们也是 如果我们不会圣灵充满 我们这个屋子 信主了都赶出去了 魔鬼赶出去了 可是赶出以后 你就觉得完事了 我们受了洗了 我们天堂的门票也有了 我们也不要去读圣经 也不要参加小组聚会 我们也不会参加聚会 我们也不去祷告 也不去赞美 那慢慢地又回来了 这些负面的情绪 魔鬼就还会再回来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呢 重要一点 让圣灵充满你 你们 哈利路亚 这个屋子要有人把手 把手的人就是圣灵 所以耶稣说 我把宝灰石赐给你们 这个宝灰石就是圣灵 他必与你们同在 我们知道彼得签书第五章 彼得也说过 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魔鬼吞吃的人 就是我们生命中有破口的人 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破口 魔鬼绕着你走 如果你有破口 魔鬼就进去 他就慢慢地 慢慢地吞吃你的生命 吞吃你的生命 使你与神远离 使你与人隔绝 使你能够造成新的伤害 这是魔鬼 魔鬼来了 就是让你们互相斗 斗他就高兴 就高兴 所以我们人要需要放弃 放弃一些东西 我们人的心好比一块田地 我们若不去种下好的种子 野草就变滋生 我们的心好像一个房间 如果不打扫干净 要阳光进来 圣灵来充满 我们的房间里边 就会有很多的毒虫来了 毒虫来了 蟑螂就来了 老鼠就来了 对不对 蚊子也就来了 都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心要学习饶恕 饶恕有两个重要的层面 第一个是心理层面的 第一个要记住 饶恕是以你为主的 饶恕不是他该饶恕 你去饶恕 你要听准备要记住 如果他该饶恕 那你去饶恕很简单 他不该饶恕 他罪大恶极 你能去饶恕 这个才是饶恕很重要的 饶恕是一个礼物 不是强求 不是强求 但是不饶恕 却能造成自己的心理负担 像一个毒钩 自己下的钩 把自己钩住 把自己钩住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饶恕也是一个 清理伤害的过程 我们知道约瑟 在跟他的哥哥 在饶恕的过程中 你们还记得吗 如果你看创世纪 你看创世纪 你看到这个 从41章以后 讲到约瑟的伤害 约瑟的伤害 坐牢了 然后这个法老做梦 41章 才把约瑟从监狱里边弄出来 那约瑟在 在39章 讲到约瑟 在波提伐的家中受伤害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37章 约瑟 这个被他的哥哥出卖 约瑟17岁 在一个年轻的17岁的时候 是心里最脆弱的时候 你要记住啊 弟兄姊妹 我有过17岁的儿子和女儿 在他们17 8岁 在考大学的时候 是特别需要父母扶持 帮助引导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最好不要跟他发脾气 你最好忍住你自己的个性 你最好能够换位思考 站在他角度 他那是一个青春期 是很不稳定的时候 他的情欲也非常的不稳定 那个时候 特别需要你父母的帮助和扶持 可是约瑟就在17岁的时候 被他的哥哥们 把他卖给了以示玛丽人 离开了自己的父亲 你知道吗 当他卖给以示玛丽人以后 这个约瑟 这个就被卖到了波提伐的家中 是一个卫塑司令 埃及的卫塑司令 那么这个卫塑司令的家里边 约瑟因为非常的聪明勤勉 就被提为家里的总管 总管管理家里的一切 因为有英俊 然后就被主母来引诱 就是他的主人的妻子 来引诱他 那约瑟他就觉得 他不能够不想得罪神嘛 他就拒绝 可是他就被诬陷 被诬陷就下到了监狱里边 你看 这是17岁被哥哥伤害 然后20多岁被主人伤害 主人老板伤害 就是老板吧 你有没有经过 你在家里被家人伤害 工作被老板伤害 有没有过 有过 对不对 然后念书被老师伤害 对不对 老师看着是教授 其实是禽兽 这你都会遇得到的 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会被伤害 你人生中很多的 不断地被伤害 被朋友出卖 被朋友弃绝 你都是伤害 你有期待 没有达到 你就会有伤害 对不对 不是你没有智慧 是人心险恶 是这个世界是在险恶之中 人心所思想的都是罪 都是罪 所以约瑟呢 坐了牢了 来了两个官员 政府的官员 一个是法老的九政 一个是善事长 这两人都是级别很高的 重要的大臣 关到监狱 约瑟给他们圆梦 圆好了 说你们出去了 请救我出去 好了 两个人 有一个被杀了 有一个人出去了 这个九政出去了 善事长被挂在木头上杀了 结果呢 出去了 九政把他忘了 两年没有想起他 约瑟就在监狱 熬我 熬了两年 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我把他救出去了 他把我忘了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会忘记一些人 你该报恩没有报恩呢 过年过节的时候 现在还来得及啊 圣诞节没写卡片 算了 新年没写卡片也算了 中国新年 你有机会弥补 打电话 拜年 告诉他 谢谢他 你们 在你的时候 不管你是你的老师 你的牧师 你的小组长 带你信主的人 包括你给你工作的 帮你办绿卡的 你都应该给人一个感谢 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你明白吗 当然了 我这个给人帮忙很多 都忘了我了 我这常常忘了别人了 对不对 这个办绿卡的好多 我为他们出庭 没一个打电话给我的 你知道吗 我也理解人家送外卖也忙 你知道吗 我们都理解 来教会嘛 你到教会 我就觉得你就是一种感恩 所以我感谢主 我在一生中 我受过很多很多的伤害 但是我都忘了 唯一不忘的 就是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带我信耶稣的那位农村的妇女 在我逃亡的两年中 帮助不下一百个中国人 有政府的官员 有警察军人 什么人都有 所以你不要觉得他那个 只要干的就是坏人 不是的 你用准备 共产党里有很多好人的 军队里 警察里很多好人的 你知道吗 是有良知的 帮助过我 我就感谢他们 我就感谢他们 我都会想到他们 当你帮助我 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个人帮助我 他可能在党内就工作没有了 职务没有了 被撤职了坐牢了都可能的 但他愿意帮助你 人的良知 那我永远会忘记不了这些人 那这些人我怎么去报答他们呢 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络 我联络给他们带来危险 那我就为他们祷告 我就好好的服侍主 我就是报答了他们 你们 听众子妹 因为人要有一个饶恕的心 约瑟后来他饶恕了 他饶恕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 他通过了四次的流泪 约瑟哭了四次 都是嚎啕大哭 背着他的哥哥 哥哥来 后来他当了宰相 对不对 他给法老圆梦 圆的成功了 然后他当了宰相 除了法老之外 在埃及地 他是最有权力的一个人 最有权力的一个人 然后他的哥哥们 因为他没有粮食 到埃迪来买粮食 约瑟面对 他认识他的哥哥 但约瑟已经改变了 不像十七岁的样子 那十七岁的小鲜肉 现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 对不对 大帅哥了 人家做了宰相 他们不认识他 但他认出了哥哥 所以他就一次一次地哭 我想一次地圣灵感动他 告诉他 饶恕你的兄弟 最后他抱着他兄弟 抱到一起 他饶恕的时候 他哭着说 你们的意思是坏的 他没有说他的哥哥意思是好的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你们让我来 预备我拯救以色列人 如果他不当了埃及的宰相 那可能以色列人都饿死了 对不对 没有粮食吃都饿死了 丁子梅这句话很了不起啊 以后谁伤害你出来 你的意思是坏的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这句话能说出来吗 不容易啊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所有的 你要感谢所有伤害过你的人 是你成熟 是你成长 成长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要学习 饶恕 我们也需要一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求神显明 生命中没有饶恕的人 那你想想 在你今天要过年的时候 你想想这一年过去了 我生命中还有没有不饶恕的人 他曾经伤害过我 或者他曾经我多么爱他 他使我失望 这也是一种啊 有的人你很爱他 他突然就犯错了跌倒了 实际失望 你心里也产生一种恨意 你懂吗 那你有没有饶恕 求神显明 你没有饶恕的部分 那怎么办呢 让真理的光光照 真理的光光照 让我们学习在基督里边 饶恕 所以我们要等圣灵来帮助我们 第二点 敞开的把受伤的真实的感觉 告诉神 受伤了要说 但是不要找人说 要找神说 找人说 伤害会更大 因为他又给你散出去了 你知道吗 散出去还不是你的意思 给你添油加醋 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会也是一个 很多人不敢来祷会把自己的心敞开 也是怕大家做广播你知道吧 祷告说请问我祷告 最近我们的夫妻关系非常紧张 好了 这一祷告完了全中国都知道了 你知道吗 他们夫妻关系紧张了 对不对 不愿意 祷告我有个病 这个病是不可以启齿的病 给我祷告 一祷告好了 不可以启齿变成了公开的 全教会人都知道他有病 离他远一点 大麻风 我们得躲一点 别跟他握手 以免传染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那又怎么办呢 跟神说 你们 跟神说 当然可以跟教会的领袖说 教会的领袖 他受过基本的训练 他应该知道保守 每个弟兄姊妹的秘密 那我牧养着这么多教会 十了间教会 那可能 丰柔华教会的秘密 我知道最多 也没有人会超过 我知道最多 对不对 我肯定知道最多 我没有责任把他 这个教会 讲到那个教会去 没有责任 我的责任就是 为这个事情祷告 求主的保血来遮盖 求我们能够得以成长 被建造 第三点 具体清楚地宣告饶恕的事项 因为耶稣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所以要知道 这是基督徒一个权利 我们给宣告赦免 饶恕 就提他的名字 每一天祷告提的名字 主赦免他 我已经赦免他 求你也赦免他 你为他祷告 祝福就临到你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祝福的管道 我们祝福 从我们流出去 但你可以问说 这个人可能不值得祝福 如果他不值得祝福 当你为他祝福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 这个祝福就归你了 归你了 所以你最好找那特别 不知道祝福的人 祝福他 祝福都归你了 这属灵的规律嘛 对不对 就祝福他 祝福 哈利路亚 向你祝福他 然后他 因为名字他不配嘛 你知道吗 就归你了 哈利路亚 多好 所以你不要记得 这个祝福不是白祝福的 你是个管道 流通的管道 圣经要通过你流通出去 我们赦免谁的罪 多大全民啊 耶稣说 你们在地上捆绑 我在天上就捆绑 马太福音18章18节 对不对 你们在地上捆绑 我在天上捆绑 你们在地上释放 我在天上就要释放 基督徒有捆绑和释放的全民 但是我一辈子 没有用过捆绑这个词 你知道吗 除了对撒旦 主捆绑他 对任何的人 包括伤害过的人 我都没有让主捆绑他 我让主释放他 但是对撒旦 主捆绑撒旦的作为 因为他搅扰你的教会 搅扰我们的家庭 搅扰我们的儿女 搅扰我们人生 能够去跟随主的脚步 所以你可以捆绑撒旦 但是不要捆绑人 尽量不要捆绑人 所以我们要宣告 赦免他 我们地上宣告 天上神就赦免 第四点 求神扰害 伤害自己的人 因为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有的时候伤害我们的人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 或者不是惯犯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撒旦一下子 那个时候就进入他心中 一下就犯了错 犯了错的人就会懊悔啊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犯错的人 不会懊悔的 因为当一个人信了 主了圣灵在他里边 当他犯了罪 做了错事 圣灵会为他担忧 对不对 圣灵会为他担忧 那如果你没有信主 你要良心良知在他里边 当你做了错事 你良心会受折磨 那这是比害人的人还痛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夫妻吵架 你骂了太太 不说你打了 美国你不敢 对不对 打警察就来了 那你骂了 太太没还口 然后这一天谁难受 骂人的人难受 那个妹之声的人 老神在在 等着你道歉 这聪明啊 如果他骂你千万别还口 一还口你也完了 你要想成得胜者吗 他骂你说 感谢主 赞美主 哈雷路亚 然后就在家等着道歉 一定他早就又给你道歉 然后他一会就洗碗去了 那就是道歉的意思 你知道吗 然后他又又又又 就打扫卫生啊 看你脸色呀 就道歉的意思 有没有这个经过 我讲这么活了 我一定有骂 对不对 你听我讲这些 肯定是有体会的嘛 难受啊 什么时候不难受了 道歉话说出去了 那边饶恕你了 才算不难受 你不要让自己难受 我告诉你 最难的就是讲道之前 做传道人的 千万礼拜五礼拜六 别发脾气 太太说什么都别吱声 就跟你说 想我还要讲道呢 然后结果 蹦 一句话出来了 那边不吱声了 等着你 那你什么道歉 你一定讲道之前道歉 那天讲道之前 你没道歉 怎么讲道 讲不下去嘛 讲一半讲到那句话 讲一半讲到那句话 还没饶恕呢 然后他哪本在地 看人记 说什么呢 牧师要在家里做牧师 这才可以呀 在家里谁都会做 回家就不见得会做 一样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样的体会 姐妹也是如此 你不要以为姐妹不骂人 姐妹有打人的 有天我辅导一对夫妻 那男的高高大 女的很小 我第一句话说 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你的太太 别人说他们打起来了 她就哭了 那姐妹就在那笑 我打她 你看这也有 怎么打她 我跳起来打 我这够不着脑 跳起来打 你以为呢 那天我辅导一对婚姻很有意思 弟兄想想收起包 站那坐那不吱声 两个小孩就姐妹嘎嘎嘎讲 一句话都不讲 讲我就知道谁 你知道吗 这个姐妹虽然有些委屈 但是话也是很多的 后来我说弟兄讲什么 她就是对不起 对不起 你就讲了一句话 她那姐妹气得装啊 你就装吧 你在家怎么这么装呢 你到牧师 一切话都不讲 你只会讲一句对不起 然后她又对不起 气死你 你看她没有 这个人就是 哎呀 这个 起码会装嘛 装也要会一点 一点不会装也不行 你知道吗 这个能不能说对不起啊 我觉得就不简单 就不简单 所以我们婚姻中 要常常说几句话 第一句话就 I love you 我爱你 对不对 每一天都要说 有没有说 今天早上弟兄 有没有说这句话 举手 一个都没有啊 建行说了 社里边哈 这个建行说了 I love you 那我是天天说的原因 是因为我天天打电话 结束了一定是一句话 你知道吗 这个很简单 你们这在跟前就忘了 有时打电话 反而在国内啊 想起来 这可以的 出差 但是在家又常常说 还有一句呢 对不起 我爱你 对不起 婚姻的三字真言 任何一件事 当有人说对不起 那个就不讲话了 那个就说 哎呀 其实也不是很过分 那小事 就算了 那你要说你对不起我 那就吵起来 凭什么对不起你 对不对 那话题就多了 那谁怕谁啊 一堆武器哪准着 准备着 都是导弹 原子弹不行咱们 战术武器不行咱们用 还有战略武器 不随便用 但是拿下你的 你过去曾经伤害过我 哪一次哪一次 多少年前 年月日时间 既定隐行而出 这一般都是姐妹的权利 姐妹专利 姐妹记这个记得比较清楚 哪一天日子都不会忘 告诉你 弟兄一般就忘 大概是那段时间 那姐妹就 几点几点几点 那都清楚 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世面 饶恕伤害自己的人 那么第五点 求神饶恕自己 不能饶恕人的罪 我们不能饶恕 也是一种罪啊 对不对 那神也要 让我们饶恕 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 神命令饶恕 你看 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这个彼得问耶稣说 如果弟兄得罪我 主啊 我当饶恕几次呢 七次可以了吧 彼得讲的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是饶恕人 几次 四次 那么中国人呢 两次 有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 所以中国人就两次 犹太人四次 耶稣说七十个七次 耶稣说不是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然后耶稣不讲了个比喻吗 说有人欠了多少银子 好几千塔连德 这个然后呢 他的主人赦免了他 结果别人欠了十两银子 他掐人搏了 让人还 人家不还 他把他放监狱里去 所以神说 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 所以我们要饶恕 求神赦免自己 不能饶恕别人的罪 那么第六点 不要再以怪罪的方式认为神允许对方伤害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当伤害的时候 我们会怪罪于神 说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 是神所允许的 不是 是人的罪 你要记住 所以有一些的神学观念是错误的 就认为 事情 罪也是从神来的 不是的 神没有创造罪 神创造人 神给人自由意志 人在自由里犯罪 这个不是神的创造 不是神的创造 神造的一切都是美善的 但是神给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这个不是神的作为 是人的罪 使你受伤害 不要以为基督徒伤害你 就觉得 哎呀这是神允许的 不是的 是他的罪 他的私欲 他的私心 使你受到伤害 还有第七 求圣灵把仁爱喜乐和平 充满在我们原来不被饶恕 所占据的地方 所占据的地方 最后呢 最后一点 就是求神赐福对方 这个不太容易做到 不太容易做到 当然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 当求神赐福他 他不配 福气就给了你 福气给你 马太福音第五章 四十四节说 这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唯有圣经中才有 这唯有基督才说得出来 佛祖没有说出来这种话 穆哈默德 释迦牟尼都没有说出来这种话 对不对 这个世界任何的主义都没有说出来这种话 任何主义的鼻祖都没有说出来这种话 马斯没有说出来这种话 对不对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所以他才是神 求神让我们来赐福对方 因为饶恕人的人有神特别的赐福 我们看第三点 饶恕人的人就有神特别的赐福 我们刚才讲到了约瑟 讲到了约瑟 我们看到第41章的时候 圣经讲到了约瑟 这个被卖 然后我们看到约瑟当到最后 在49章 这个约瑟当他被卖的时候 约瑟我们看到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有一段经文 五十节到五十二节 约瑟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什么 玛拿西 玛拿西就是神使之忘了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我父的全家 这个很了不起 这个能够起这样的名字 你想这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玛拿西是约瑟长子的名字 就是使之忘却 忘却什么呢 忘却从兄弟中得来的伤害 你看 把儿子的名字起着叫玛拿西 使之忘却 这个很了不起的 我跟你讲 忘记别人的伤害是很难的 这是人之常理 没有忘记 他要忘记 就得有圣灵的工作 要知道神忘记了我们的罪 对不对 神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 天父上帝 看到了我们身上 有耶稣宝血的印记 就赦免了我们的罪 弟兄姊妹 你想一想 如果你现在想 就在今天之前 你还有没有忘记的苦痛 没有忘记的伤害 有的时候伤害不是说 时间会忘记的 时间会忘记很多的事情 但是最后 时间越长 越不能忘记的 那个就是刻骨铭心的 不管是伤害 还是爱情 还是好事 别人对你的好处 人 时间会冲淡很多的事情 但在你人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 是不能随着时间的消失 而消失的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选择 你要做一个决定 在基督里做一个决定 像约瑟一样 忘记它 忘记它 因为把伤害带到一生中 就像一个房子的屋子里边 又堆进了垃圾 当你堆进垃圾的时候 这些魔鬼又回来了 还带着七个更恶的鬼回来 那我们的生命 又不能够可令 又被污染 又被搅扰 所以我们就活不出 从上帝来的平安与喜乐 那这个要忘记 这个他又给他赐子起名叫 以法连 因为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 苍圣 以法连 这个很特别 他把这个起名叫 以法连 神 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苍圣 这是荒年末了的 以前啊 然后呢 这个约瑟就娶了 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娜 所以约瑟的妻子叫 亚西娜 要记住这个名字 他是外邦人 埃及人 他给约瑟 生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那么这个赐子叫以法连 就是使之苍圣的意思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苍圣 哇 这句话我读了 我就特别感动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苍圣 神使你在受苦那个地方 得祝福 问题是 你能不能饶恕 如果你饶恕了 你在那地方会得到祝福的 祝福的 我们也感动 我们看到主会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 约瑟当他赦免了他的哥哥的时候 你看到约瑟得到多大的祝福 约瑟得到多大祝福 不仅上帝纪念他 以色列人也纪念他 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 有两个是约瑟的支派 以法连和马那西 对不对 以法连支派 马那西支派 就变成了约瑟的 约瑟没有支派 约瑟他两个儿子 继承了以色列的两个支派 两个支派 所以当这个约瑟 他的父亲要死的时候 约瑟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面前 他给约瑟祝福 雅各怎么说的呢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你看约瑟不仅成为 以色列的祝福 他也成为埃及的祝福 对不对 埃及当年发生什么事情 法老做了个梦 梦到七个肥牛 把七个兽牛 把七个肥牛给吃了 他梦见七个瘦弱的麦顺 把七个肥美的麦顺给吃了 他就不知道怎么圆这个梦 他醒来了以后 他就把所有的能圆梦的人都叫来 没有一个能圆 他说把你们都砍了 就告诉我 再没有人能圆梦 这些人我全砍了他 后来他那个叫九正 就从监狱里放出 跟约瑟做一个监狱那个小子 约瑟给他圆梦成功 他忘了 他就说 哎呀 我得罪了神 我忘记了一个人 他在监狱里给我圆梦 很准 就把约瑟的故事告诉了法老 法老就把约瑟从监狱里放出来 说你来圆 约瑟就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两个梦 就是埃及马上有七个丰年 这七头牛 七个肥满的麦顺 代表着七个丰年 那么丰年以后还有七个灾年 这七个灾年 那个瘦弱的七个牛和瘦弱的麦顺 代表七个灾年 七个丰年 七个灾年 七个灾年会吃掉七个丰年 所有的积蓄 法老明白了 那我该怎么办 我当如何行 这个智慧从神来的 他说你要在七个丰年 积累你的财富 把所有的粮食收回来 收回来 保存起来 不要浪费 等到七个荒年 你可以把粮 卖给那些没有 没有这个粮食吃的人 可以兑换土地 就把土地收为法老所有 你多聪明啊 我觉得七年前是几年前 我讲过 美国的房地产下跌 我说这是赶紧买房子 你知道吗 听我话的人 今天的房子都涨了一倍 不听我话的人 也涨一倍 你知道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有的时候 圣经会给你智慧的 那时候就要出手 该出手就出手 对不对 你要在荒年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丰年的积蓄 我觉得这点中国人 是比较 在投资方面 是比较有头脑的 我就发现很多西方人 不会投资 他们挣了多少钱 花多少钱 中国人都是积蓄啊 我信主 没多久 我听一个银行家 讲理财 大家都去听 我就觉得不属灵 我坚决不去 他讲了一个礼拜 理财 基督徒如何理财 我就不去听 我也没钱 但是我整个才一千多块钱 我理什么财 当然我觉得不属灵 你知道 越没钱的人 觉得有钱人不属灵 因为我越穷越属灵 不是这样的 弟兄弟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不见得你越穷越属灵 富有的人也不见得不属灵 你看到这些世界 多少富有的人 他把钱都捐给上帝 对不对 捐给慈善机构 结果你知道 我听了最后一堂课 因为特别听 想听讲座讲道 没有了 就是去吧 最后一堂我一去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讲了几种 他说 投资不在于你钱多少 乃在于你有没有观念 观念的改变 对不对 你有一千块钱 你可以投资 我说这不正是讲我的吗 那怎么投呢 十分之一 必须先拿出来 这十分之一 不是你的 你有一千块钱 你要记住十分之一 不是你的 只有九百块钱是你的 另外十分之一 上帝的 奉献给上帝 分别为上 这属于神的钱 你拿了就贪污 他讲的很直接 第二个 十分之一 也不属于你的 当然属于你的 你不能用 要放到 股票银行里面去 他说 他要把这十分之二 拿出来以后 十分之一属于神的 十分之一属于自己的 把它存起来 不能用 荒年在用 封年时候不能用 那你的百分之八十 就是你收入的百分之百 观念要调过来 这个观念一过来 你说你八十块钱 跟一百块钱 有什么区别 对我们来说 没区别 八千块钱 跟这个 一万块钱 跟八千块钱 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八千块钱 可买可不买的 就不买就完了 那一万块钱 可买可不买的 去买就完了 就这么一个区别 你看这个观念很重要 弟兄姊妹记住 我今天讲的 约瑟的观念 约瑟的观念 所以约瑟是一个 多结果子的树枝 他在封年 积累了整个埃及的财富 荒年的时候 他用那个粮日 买了了埃及的土地 也救了自己的民族 使埃及苍生起来 这个会管理的人 你的家也需要会管理 需要会管理 管理首先记着 让神来管理 而不是你自己管理 你自己管理是有限的 所以约瑟多结果子的枝子 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到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 向他射箭 逼迫他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 他的手健壮敏捷 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 以色列的磐石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气 地上所有的福气 以及生产如氧的福气 都赐给你 哇 我就发现 雅各好偏心哦 给约瑟那么多的祝福 而且说得那么好 知道吗 临死的时候给儿子的祝福 为什么 因为约瑟 真的是讨神所喜悦的一个人 然后他说 你父亲的祝福 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 如永世的山岭 至极的边界 那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 临到那与弟兄 窘别之人的头上 谢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Amen 这属灵的规律 看到没有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 马拿西 就是忘记 忘记你心里别人对你的伤害 不是没有是有的 但是我们要忘记 这个忘记 下决心 选择忘记 决心忘记 决定忘记 因为神会补足你的 Amen Hallelujah 你要坚信这个 坚信这个 然后呢 要给他的赐子起名叫 以法连 就是在我们生命中 在苦难中 神会高举你 愿忘记的时候 神就会抬举你 神就会祝福你 神就会祝福你 首先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心灵 比什么都重要 你们 如果我们老在仇恨中 苦毒中 不能饶恕中 我们慢慢地吞噬我们的生命 疾病也吞噬我们的身体 忧愁 就使我们身体越来越不健康 有一天得了癌症 后悔了 你知道吗 后悔了 得癌症怨谁啊 怨老公 气的 怨老婆 气的 不是的 自己 自己找的 我说有的病是自己找的 知道吗 要在年轻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选择过喜乐的生活 选择喜乐 天天乐 你知道人 你要笑 你要唱诗歌 赞美诗歌 我们要成立诗班 诗班招兵买马 那天我看到说 长寿第一个秘诀是唱歌 所以参加诗班 知道吗 我在韩国去不到 有一个长老的合唱团现实 我很感动啊 最年轻的73岁 最大的97岁 97岁能唱歌 我说很多人97岁 别说活不到 活到了犬气也挺困难了 你知道吗 人家97岁 天天礼拜 每一天 every day 一二三四五六天 每天早上七点钟练 练经拜 练师哥 练两个小时吃早餐 五点钟练经拜 到七点钟吃早餐 老人就散了 一天 没有不去活动的 那个人肯定就没了 你知道吗 等着每天 没来呢 没了 来的都在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有一天我们老的时候 七十多岁都参加诗班 Amen 我做诗班指挥 来了 没看见你回天堂了 你知道吗 要记住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枯干 Amen 哈利路亚 来我们请四起人来 我们谈出诗歌 我们唱一首回音诗歌 感谢主 饶恕 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你必须做的 第一 神的命令 第二 对我们有益处 你们 神的命令 基督就要遵从 对我们有益处 我们当然去做 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 回音爱 我们来起立 来唱 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比海深 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我们也被神的爱充满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比海深 扯不疼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 也有些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了耶稣带 耶稣的爱 敬礼我 常爱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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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纪 活出爱 拉起我们的手 来 拉起手来唱唱歌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一山高 一海深 不痛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对你旁边的人说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但心中 就是爱 他心中 这一份爱 这一份爱 活出了耶稣带 耶稣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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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我 我 心中 有 有 爱 我 我们 也 一曲 将十年 活出爱 耶稣带 比起来说 耶稣带 耶稣带 祈祢 我 倘开 我 一生 你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带 耶稣带 祝福 祝福 耶稣带 祝福 耶稣带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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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婚姻中 过去的生活中 过去的侍奉中 遇到的伤害 奉主的名 主啊 祂的保血遮盖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 学习赦免的人 奉主的名宣告 我们要赦免那些 伤害我们的人 赦免在婚姻中 带给我们伤害的人 赦免在我们的人生道路 工作中 给我们带来伤害的人 赦免那些平白无故的 来伤害我们的人 主啊 赦免那些 因着他们所谓的正义 来伤害过我们的人 主要让我们被炉的 可以得以释放 被压制的得以自由 让我们在基督里边 成为新造人少爷 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 让我们心灵得以释放 让我们心灵得以自由 祝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除掉我们一切的苦毒 除掉我们一切的恼怒 除掉我们一切的伤害 让我们基督里边 不仅饶恕别人 我们知道天父也饶恕了我们 让我们在基督里边 每一天过着喜乐和平安的生活 与主和好 与人和好 赞美你 把荣耀送赞归给你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 阿们 一起来说 阿们 阿里路亚 然后对我们这边请坐 阿们